哈喽大家好,这是波罗,欢迎来到又一期的视频 有一段时间没更新了 不过最近我置办了好一些年货都是家用电子设备 那么作为一个视频类的up主 我这第一期回归的视频 自然是要做跟看相关的设备了 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我眼前的这一台 明基的4K HDL高亮度家用投影仪 7K850 首先聊聊外观 这款TK850整体使用了对比度鲜明的蓝白配色 4.2kg的机身重量 不仅能够放心的将其固定在桌面或屋底 也可以让你轻松搬弄来一次处离客厅的Just Dance Party 甚至在演音时还来一场浪漫的电影 跟大部分主流投影一样 这款TK850除了常见的两个HDMI 2.0接口以外 还包含了一个12V的触发器 可以用来在开机时自动开启电动幕布 3.5mm以及光纤音频输入口 一个RS2三个口来连接出了遥控器以外的操控媒介 比如电脑、智能家具等 跟一个可以用来播放媒体文件或者升级固件的USB 3.0接口 机器上方或者说是下方 如果你倒挂的话 包含了开机键一些简单的控制按钮 以及调整对焦、焦距以及镜头位移的滚轮 这里重点提一下对焦 在我过去这几年使用投影的经验里 当投射100寸画面以上时 很多投影音因为镜头设计的问题 总会有那么一些边边角角对不上焦的情况 而这款TK850则并没有这个问题 整体的对焦操作都是比较轻松的 参数方面 这款TK850拥有60Hz的3840×2160的4G分辨率 以及1080P的3D视频播放能力 3DNC流明的高通光量 支持HDR10以及HLG输出 覆盖98%RAM709的色域以及RGBW色轮 并且通过动态光圈可以达到最高3万比1的对比度 镜头方面 这款TK850支持100%-110%的纵向镜头位移 提供1.3倍缩放比 1.13-1.47的投放比 用人话说就是想要投放一个100寸的画面 最近你只需要2.5米的距离 同时它也支持自动垂直提倾校正 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为了不损失分辨率 我还是推荐你去关闭这项功能 手动将投影仪调整到合适的摆放位置 1米方面则自带2个5W的量身系 观看参数的话4K之点 不需要多影距离 就可以达到100寸以上的画面 再加上明基在投影仪市场多年耕耘的口碑 这款TK850无疑是很具有信力的 但我知道你肯定不是来听我读参数的对不对 这玩意你一逛网就能看到嘛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聊聊 在我过去这几周的实际体验中 它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首先做了一款高通光量的4K投影仪 它的主要应用场景 自然像是在客厅、游戏室、聚合厅 这些稍微有一定光源的地方 来观看4K超新电影、比赛综艺等内容 所以我也是将这些投影仪放在我家里的客厅 同时也是餐厅 在投放125寸画面时呢 做了几种常见的使用场景对比 来让你对这款产品的表现 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 第一种也是这款产品的理想使用场景 有少量环境光照明的客厅 可以看到这时啊 它在播放4K是第二视频源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要点赞、收藏、转发 以及进我的频道 画面锐度非常不错 色彩鲜艳也有较高的还原度 三天录片的通光量呢 在提供超大画面的同时 甚至不逊于很多电视所带来的观感 而当我们再多打开一些灯光 可以看到这时的画面 虽然有一定程度上的褪色 但你就可以较为清晰的看到画面中的内容 在不追求极致画面体验的情况下呢 也完全属于可问的范围 但这时它的色彩肯定是不如大部分的电视机了 但你耐不住它大呀 所以总体来说呢 在这时它的体验在我看来啊 依旧是大于百寸以下的电视的 更别说我之前放在客厅电视只有55寸 而在白天有较多环境光的情况下 尤其是像我这种靠窗的位置啊 即使拉了窗帘也还是有不少的阳光直射 如果不使用抗光屏幕的话 它的体验就确实不太适合你来认真观影了 这种情况下呢 它的使用场景更偏向于追追综艺 跟色彩明亮的电视剧 但就像我刚才所说啊 如果预算充足的话 还是可以选择安装一个抗光屏幕 能够显著改善白天的同一体验 这也稍微提一下 我的抗光屏幕不出意外 过一周应该也就到了 到时候如果有机会的 说不定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这款TK850 在不同材质的幕幕下画面的简单对比 色彩方面这里为了公屏啊 我们只说在较少环境光的最佳使用场景时 在语言模式预示下呢 它对媒体色彩的还原还是比较不错的 肤色的显示也很舒服 如果跟其他相似价位的低亮度电影 专用投影并列对比的话啊 你会发现由于这款TK850 除了基本的RGB通道外 还增加了一个额外的白色通道 用来增加亮度 好处呢 就是在有一定环境光的场景下 也可以较好的保持色彩鲜艳程度 提供还不错的使用体验 不至于像低亮度的童眼那样完全褪色 但是呢 多出来的这个白色色彩 难免呢 也会使整体色彩的范围略微的降低一些 不过对于大方用户啊 根据我的经验来说 如果你不是经常做色彩相关的工作 很难说你能注意到它的不同 但这里呢 你也可以通过机内的菜单调节 根据你的使用环境 去稍微平衡它的亮度与色准 比如像我的话 一般在看HDR媒体时 会将HDR的亮度调整为-1 并且把蓝色通道的饱和度 稍微的降低一点点 在支损失一丢丢亮度的同时呢 一定程度上提升它的色准 而在观看Face第二媒体时呢 我会使用影院模式预设 并且把Brilliant Color 从默认的10降低V5 来减少一些白色通道的输出 依旧达到提高色准的效果 那么说完了色彩呢 我们再聊聊对比度 这也除了分辨率以外呢 将高中低端投影仪啊 拉开差距的主要项目之一 一般情况下呢 投影仪类产品呢 想要提高对比度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降低通光量 让黑色显示的更黑 这没说 好像感觉跟这款产品的定位相反 是不是 哎 先别急 因为还有另一种方案 也是明基之后所提供的 使用动态光圈 来根据画面的内容 适时的不断调整投影仪的通光量 简单的说呢 就是当你的画面显示像白天爆炸等 需要高亮度场景时 投影仪会将自身的通光量调高 使整体的亮度更高 而当需要显示像夜晚这类较暗的场景时呢 投影仪会将自身整体的通光量降低 来使暗不更暗 这样一来一去 它的相对对比度不就高了吗 理论上肯定是这样的 不过在我过去的经验中呢 大部分中低端通移 在不同场景间的亮度切换 都不太够顺滑流畅 导致用户很明显呢 就注意到这个亮度的变化 非常破坏沉浸感 而这款TV850呢 在这方面做的则非常出色 它对于不同亮度的响应非常的快 同时也做到了顺滑 我一开始没去看选样时啊 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它已经开启了 只有当我刻意去寻找亮度变化时 才发现它确实是动态的 当然呢 人跟人对画面明显变化的敏感度呢 肯定是不同的 所以明机给动态光圈加入了强度设置 设置越高 自然对比度越高 亮度的切换速度就越快 但相反的呢 也会稍微降低这个切换的平滑度 反之亦然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去调节 另外在分辨率方面呢 我知道很多朋友肯定会好奇啊 这款TV850 用来实现4K分辨率的方式是什么呢 跟大部分相似价位的4K通用一样 这款机器使用的是一颗0.47寸的DMD DLP芯片 通过XPR技术来高速移动实现4K分辨率的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斗4K 我知道很多朋友对斗4K呢 有一定的顾虑 认为它不是真4K 那么这期视频 既然是产品评测与推荐 与GPR不谈 我们不如来掰扯掰扯啊 跟大家好好聊聊斗4K的优缺点 这里呢 是我在德国的一个评测网站 找到的一个很直观的对比图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通过XPR技术实验的4K分辨率 虽然在锐度上稍微低于原生4K投影 但是要远远好于1080P的投影效果 跨你当你的观影距离为2米上时 你很难会注意到这点差距 而价格方面就是XPR投影发光的地方了 像这款TK850呢 它的售价为13,999元 而据我所知的 目前国内市面上再售最最便宜的 原生4K投影之一 索尼的VPL-VW278 则为36,999元 近三倍的价格啊 所以我作为一个经济试用up 用少划进三分之二的价格 我觉得是值得的 这里呢也没有必要去争吵 谁一定高于谁 毕竟是用人群不一样吧 大家选择合适自己的就好 另外在很多DLV投影上 所普遍存在的彩虹效应 至少网呢 是完全没有在这款机上看到过的 说完画面 在噪音方面 正常模式下 这款机器大概是30分位左右 在观看电影 比赛时并不容易注意到 这点大家大可以放心啊 但是对于白噪交易敏感的用户来说呢 民机也提供了一个静音模式 可以进一步的降低噪音 但比如说的是这个模式呢 因为需要降低灯泡的发热量 这里我痛恰大家 先不要开启这个选项 去尝试一下 如果确实遇到被分散噪音分心的情况呢 再去开启这个功能也不迟 OK说了这么多 我基本上涵盖了这款产品的主打场景 但是作为一个游戏玩家 我又怎能放过大屏游戏的机会呢 再经过了无数个小时的PS5 以及Switch游戏时间啊 我不仅尝试了像尊重画像器重置版 战神4等能够发挥4K之间的全部潜力 重视画面表现的大作 也跟朋友玩了不少像马里奥赛车 拍队以及Just Dance这样的合家欢休闲游戏 虽然陆车赫兹的TK850 它的定位并不是高刷游戏投影 但单单就画面表现来说呢 还是十分震撼的 总体流畅度 对于喜欢玩RPG 看分景以及聚会休闲力的飞影和玩家来说 还是出了有余的 所以总的来说 我认为这款TK850 在万元这个价位上啊 是一款非常出色的机器 在RGBW索伦所带来的充足亮度下 搭配调校得当的动态光圈 也能够保证较为优秀的色准以及对比度 更别其在2.5米投影距离下 就可以提供100寸以上的4KHDR高锐度画面 所带来的满足感了 所以如果你最近仍然选购一款 价格适中 画质出色 并且能够像在客厅这样 有一定环境光场景使用的超新投影的话 不妨考虑考虑我面前的这款TK850 OK那么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要点赞收藏转发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